哈喽大家好我是云妹呀 好久不见今天我又回来了 最近呢我听说了一款新游戏 手工星球 于是我赶紧进来体验一下 刚打开游戏就出现了一个叫 琪琪的小鸭子 你好呀云妹 我是你的好朋友鸡鸡 以后我会来指导你玩手工星球 啊原来她是来指导我玩这个游戏的呀 真好 这下我再也不用担心 我不会玩手工星球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跟着小鸭子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玩 我们先来填个表吧 先给自己取个名字 我们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嗯 我想了想就取个可爱的云妹呀 毕竟我那么可爱 对不对 名字取好了 接下来就是创建角色的环节了 我们先来看看哪一款装扮 会比较适合云妹呢 先来选一个皮肤的颜色 看看哪个皮肤比较好看 这个皮肤看起来呵呵的 像个黑人一样 选来选去还是选择第二个皮肤吧 我觉得第二个皮肤比较好看 你们觉得呢 接下来我们来给自己挑一款满意的发型吧 看看哪一个发型比较好看 这个发型感觉有点乱呀 看着像是自己没打理一样 这个也挺好看的 看起来像个小可爱 那我还是选这个吧 就当一个短发小可爱 你们觉得呢 选好了发型后呢 下面还可以选择头发的颜色 有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等等 选来选去 还是觉得绿色的发型好看 那我就选它了 俗话说的好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总得带点绿 你们说对不对 头发和发色都选好了 我们现在再给自己选一下脸部 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脸部 这个脸部呀 是表情和眼睛的颜色是一起的 因为每个人的脸部的眼睛大小和表情都不一样 我们看看选择哪一个吧 哇塞 第三个是圆圆的大眼睛啊 好好看 那我还是选择第三个吧 我很喜欢 接下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环节了 搭配衣服 哇塞 没想到手工星球里 居然还可以给自己搭配衣服呢 这个功能可真不错呀 我们现在开始去选一套漂亮的衣服吧 上衣 下装和鞋子 都有很多种选择 可真不错呀 我们先来开始选一下上衣 小伙伴们 你们也可以看看自己喜欢哪一套哦 哎呀 终于想好了 我选的是这一套 你们觉得好看吗 嗯 我觉得可还行 比较小清新 又符合我这个绿绿的头发 好了 漂亮的衣服也选好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确认拍照吧 哇哦 拍的不错 这就是我的宇宙开拓总部许可证 有了这个许可证 从今天开始 我就可以正式成为手工星球的新玩家啦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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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